货启山终于要结婚了,新娘背景曝光,原来真的是她。 霍振庭当场签10亿人民币支持奖励。 两方家庭都很满意,天降缘分,郭晶晶表情说明一切。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,记录了网友在广东海外联谊会上偶遇货启山的经历。 作为香港豪门货家的第三代,货启山身上充满着奋斗向上的正能量。 她的出现也让现场氛围更加热闹,穿着西装革履,戴着金丝边眼镜,留着干净利落的发型,整个人散发着帅气的精英感。 当有人上前打招呼时,霍启山立马起身并礼貌地打招呼。 她的绅士分度和低调谦逊也让人印象深刻。 在和女士聊天时,霍启山一直侧耳倾听,并且面带微笑,展露出她的亲和力。 热聊结束后,二人还合影留念,霍启山全程保持着适当的社交距离。 这段视频已经曝光,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 周人纷纷竖起大拇指,称赞霍家的加风。 尤其是霍启山这位千千有礼的贵公子。 作为霍家第三代的代表,霍启山,霍启刚和霍启人的事业发展和感情状况一直备受关注。 霍启刚已婚,和郭晶晶的感情让人羡慕。 最近,何超雄和霍启山也参加了香港总商会的会议,与众多商业精英一同合影留念。 在合影中,霍启山和何超雄站在第二排的角落里,显得有些不起眼。 李嘉诚的大儿子则抢进了镜头,文居C位。 不过低调的何超雄只能站在最后一排。 霍启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将来要找老婆,一定要像大嫂郭晶晶一样贤惠,三观正。 最重要的是勤健持家。 作为一位家族成员,霍启山不仅在事业上有所建树,对孩子们的教育也非常用心。 虽然曾经和张子怡有过一段恋情,但因为家庭反对,最终两人选择了各自的道路。 如今看来张子怡的选择是正确的,与那些拼命追逐豪门的女性不同,她选择了事业,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演员。 而那些为了身份和金钱而嫁入豪门的女性,却有些得不偿失。 例如梁洛诗,虽然为李泽凯生了三个孩子,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。 最近,独王家族和霍氏家族走得很近,霍启山和何超琼也经常同框。 可以看出,霍启山已经成为家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 据悉,他在香港的文化建设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这些都是他努力工作和用心教育孩子的结果。 霍氏家族的兄弟们一直都在努力扩大家族的实力,而霍启山则选择了在香港商界发展。 霍正廷非常庆幸拥有这么两个出色的儿子。 与霍启刚相比,霍启山已经40岁了,但仍然是单身。 自从和张子怡断绝关系后,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生意中。 作为一位厉害的富三代,霍启山从未传输过任何绯闻。 他透露自己羡慕哥哥拥有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, 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能够相处融洽的另一派。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位钻石王老五,我们都很好奇他未来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。 霍启山出席联谊会,他帅气,和女士热聊,弯腰显风度,女方撞脸张子怡。 5月16日,有网友率出了一则在活动现场偶遇霍启山的视频,并感叹都说富不过三代。 作为香港豪门货家第三代,霍启山身上充满着奋斗向上的正能量。 当天霍启山出席了在广东举办的广东海外联谊会,现场聚集了不少名流,大家都在忙着酗旧热聊,非常热闹。 这位网红博主一眼就认出了霍启山,赶忙上前打招呼。 霍启山穿着西装革履,戴着金丝边眼镜,留着干净利落的发型,整个人散发着帅气的精英感。 看见有人站在身后,霍启山立马起身,并弯下腰,礼貌地打招呼。 在和女士说话时,霍启山一直刺耳倾听,并且面带笑意。 她举止近血绅士风度,说起话来也低调谦逊。 热聊结束后,二人还合影留念。 霍启山全程保持着适当的社交距离。 画面曝光后,大家都竖起大拇指,夸赞霍家的夹锋,并称赞霍启山是千千有礼的贵公子。 还有一些八卦的人,直指这位搭讪的博主气质和长相都深思女明星张子怡。 看见他们合照,仿佛又看见了张子怡和霍启山站在一起的画面。 霍启山和霍启刚、霍启人一同作为霍在了第三代。 其事业发展、感情状况一直都是大众关注的话题。 霍启刚是兄弟中唯一的已婚人士,和郭晶晶感情热人线。 在事业发展上,霍启刚和霍启山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领域,各自在各自的赛道上闪闪发光。 不过如今39岁的霍启山还是黄金单身汉。 很多人看见他又会提及他和张子怡之间那段轰轰烈烈,堪比偶像剧的恋情。 二人相识于一场慈善舞会,热恋时轰动了整个香港。 只不过这段感情仅仅只维持了两年,张子怡也没能嫁入霍家豪门。 感情还是讲求一个天时地利人和,讲求一个缘分。 如今张子怡拥有了幸福的家庭,霍启山也成为了有作为的成功男士。 就让王室随风而散吧。 霍启山出席活动,太拉风,绅士鞠躬,备赞,超越霍启刚。 最近霍启刚的弟弟霍启山成功出圈, 凭借帅气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细节,打动一众网友。 和霍启刚霍启人以及霍振庭的合照,也直接冲上热搜。 作为霍家掌门人霍振庭之子,霍启山现在也开始着手打理家族生意。 霍启山的父亲霍振庭是奥伯跟奥语董事。 霍启山在去年代替赌王斯坦良安琪之子何优亨,成为奥语的董事。 在和家与霍家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,霍启山同时还是霍启东集团的副总经历了。 商业头脑管理公司能力,不输哥哥霍启刚。 霍启山的哥哥霍启刚高升,霍启山负责打理生意。 也难怪霍振庭会成为霍氏家族中最有话语权的核心人物。 霍启山除了要打理生意之外,各类活动也有他的生意。 这几天还参加了联谊会,联谊会上的霍启山西装革履和女士说话的时候还专门俯身对话,一副绅士模样,没有任何豪门公子架子。 参加活动的网友不禁感叹,都说富不过三代,作为香港豪门霍家第三代,霍启山身上充满奋斗向上的正能量。 韩着金汤勺出生的人都这么谦逊努力,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轻言放弃。 霍启刚说社会和学校以及家长们对孩子们已经有太多要求,对孩子来说其实肯定更为重要,不需要太高的物质生活,简单幸福就足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